博弈論,今天我們講講世界大形勢發展 因為拜登宣布當選之後 到現在為止,特朗普都還未認輸 現在大家在想,在這樣的情況下 究竟世界的政治大勢會怎樣呢? 美國暫時看起來真的有點打亂 因為外交方面,還會見到國務卿蓬佩奧出來外訪 但其實內政上,我不可以說是半癱瘓 但也沒有什麼新的政策措施出台之餘 大家在想,究竟哪一個才是總統 或者哪一個才是下屆總統 周遜,現在的形勢,你自己怎樣把脈? 第一,美國下屆總統已經紅毛嫌疑了拜登 特朗普在初三、四、五天內搞到一大鑊東西出來 不是,你搞不定了 現在他的機會一直在喪失,已經不用想了 只不過特朗普一直在搞的就是 他在累積他的政治實力 可能你四年之後捲到重來或者之類去搞 他一定要搞一些東西的 如果不是,你的能量會喪失的 所以他不可以這麼容易放棄 特朗普的姿勢就是,我受迫害 我會被迫的,本來的總統是我的 如果下次四年之後回來,我就拿回去煙燻了 他不可以說我打輸給拜登 他當然要搞下去的,這個是特朗普去做 但問題就是,如果你被特朗普反超的話呢 結果就是美國內戰 而大家,即是說是美國本身 但是大家都還是那幫人,還是太舒服 是沒有人有決心去搞亂美國 這個支持者,但你說的是世界大局勢 世界大局勢,其實現在這個地球 幾乎所有的國家,至少是大國的外交政策 都會有一個技術官僚來的 基本上,那件事實在太過複雜 不是好像以前那樣,以前不是好像以前那樣 中國以前就沒有外交政策 因為大家都是你死我活的 即是臥塔之側,豪雄他人汗水,我就是超免你 所以沒有外交政策 而外國那些全部外交政策,都是大家的Family Business 所以是沒有的 但現在是這麼複雜,如果你在外國就是 那樣東西,你知不知道每一個外交政策 牽涉到多少的智庫,又有多少東西 多複雜,多少東西 大家都是聽一些報告,然後聽一些報告去做 所有那些東西已經是上了軌道 就算中國在 就算中國在 即是以前做皇帝,很容易做不需要那麼多文件 現在做總統是看很多文件的 中國在文革時代 他的外交,你以為是很吳企利的話 其實他也是很,他的制度也是很一意貫之意 你以為文革的時候 毛澤東在1970年,1972年的時候 已經和美國在談判了 那時候是什麼年代呢 他1969年打珍寶島的 打完之後就馬上退了 他1969年,他在文革的時候 在香港的時候,他跟英國說他不收回香港的 他整天,他一路外交 中國在這麼亂的時候 外交都維持一貫政策 是沒有,現在沒有這麼vinsical的外交 美國打中國,大家忘記了 即是那些人已經忘記了 香港人都很蝕亡 或者這個地球的人,所有人都很蝕亡 大家忘記了當年奧巴馬 重返亞太的時候是怎樣打中國 大家說特朗普 大家以為特朗普上台的時候 中國都是說生意,就是中國可以吐口氣 而且特朗普上台的時候 大家又會覺得 特朗普打中國,拜登來到後會吐口氣 其實美國的政策對中國是從來沒有改過 不會有所任何變化 即是說現在就是技術官條做 不會有所任何變化 只有一些微觀的tactics 會有變化 即是特朗普那些做法 但是他的做法不會走出一個大的軌跡 大的軌跡就是壓著中國 壓著西方的盟友 但是只不過是你技術上做錯了 即是說不要那個TPP 不要那個TPP 要逐個去談那個trading terms 這個做法是一個微觀的做法 其實他都是想一個better trading terms 即是說都是想蝕著對方 因為美國是想欺負一些錢 美國其實又不是很針對中國的 如果你說那個 即是說大方便是美國想欺負一些錢 所以 譬如日本 英國 德國 美國都是跟他們 我知道 所以就是 所以大方向就是想欺負一些錢 即是說大方向就是美國想欺負一些錢 所以大方向是不會變的 因為大方向大家的智庫 其實美國已經有共識的 它不是一個那麼分歧的狀況 不像台灣那麼分歧 大家完全沒有共識的 即是美國大家有一個打中國是一個共識 即是或者在每一個地方的策略是一個共識 因為它的共識就是以美國為首的 因為你說世界秩序 如果說美國總統選舉都是美國為首 它的共識就是 美國想之前覺得傍得太多 它爭不起這條數 金融海嘯之後已經開始爭不起這條數了 所以它想其他國家負擔多一些 這個是大方向來的 這些大方向不會變的 而拜登如果你上來的時候 他第一時間 因為特朗普就中了很多釘下來 他有很多人是不太認識 不太認識外交的 他不太認識外交 即是因為他不想讓你們那些人 他不想讓你們那些傳統官員控制住 因為派了很多新人去管理外交 拜登就要跟新人交接 那些新人又不太認識 那麽視乎大家的交接不太順利 所以拜登在這一年之後 他只會做特朗普的一路重新的事 其實你的分析 我覺得都比我想像中樂觀 因為我估計特朗普 不是 我估計拜登上任之後 可能頭兩年都會類似特朗普頭兩年 其實你有沒有印象 其實特朗普頭兩年都很大程度 是承接了奧巴馬的一些外交政策 那當然啦 他那些跟其他盟國之間的交互 我覺得很大程度是由他上任之後 第三年才開始現形 如果以拜登是給他 我們大家猜而已 都覺得他可能比特朗普溫和一點點 可能他需要遵從上一屆的政策 其實可能都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 特朗普不是給拜登溫和一點點 而是拜登 而是第一就是 而是第一就是 拜登他頭一兩年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不依照 因為他實際上那些班底 所有東西都未成功 第二就是 第二就是 正如中國都是一中全會 多數都是理會人事分佈先這樣 等於相同道理 但是第二年 也就是第二三年的時候才會開始 他不是給特朗普溫和 大家經常要給特朗普溫和 他只是認為那樣東西不用自己這麼傷 即是說大家是打 他可能會打得更加毒的 其實實際上 實際上 奧巴馬 克林頓那些是打得更加毒的 他出了他的招數更加毒的 即是不像特朗普那樣的brunch 即是特朗普那種做法 是令到美國是更加傷的 即是特朗普退出 你退出 你去打中國 接著你搞了全世界 別人就搞RCEP RCEP是特朗普一手去造成的 那這些叫做 對中國是 惡嗎 實際上你就幫了中國 嗯 好 今天跟周瑩聊到這裡 趁機